11月11日,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就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作出决定。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,四名立法会议员杨岳桥、郭佳琪、郭荣康及梁继昌, 因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,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, 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特区事务等行为, 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。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当日下午会见记者时交代相关决定, 表示人大常委会有权为基本法监督和事法, 依法作出决定集聚法律效力。 因此失去了参选第七届立法会选举的资格, 选举主任明确指出, 他们的提名无效是因为他们不被认定符合立法会条例, 第四十括弧一,括弧一,括弧一条的声明要求, 也就是说要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行政区。 从简单的逻辑来看, 一个不符合参选立法会员资格的法定要求和条件的人, 自然都不具备出任立法会员的法定要求和条件。 林郑月娥重申,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, 立法会宣誓人从事违反行为, 如果特区政府无法自行处理, 可以请求中央人民政府从限制层面解决。 而这次议案正是应林郑月娥请求提出。 因应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的决定, 特区政府在今天大概中午的时候已经发出了新闻公布, 宣布四名在原定于2020年9月6日举行的第七届立法会选举, 被依法裁定提名无效的第六届立法会议员杨岳桥、 郭荣康、郭嘉琪和梁继昌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。 我必须强调, 有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是合宪、合法、合理的安排是必要的, 亦都是完全符合基本法的相关规定。 至于特区政府方面, 今次的做法也都不是针对任何一位的议员。